欢迎收看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小诗 中医药在中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作用 根据这最新的数据统计 在内地所有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91.5%的确诊患者是使用了中医药 总体的有效率是超过了90% 在美国有不少的华人朋友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后 也会去看一看中医希望能通过中医药不让病情加深加重 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希望能够通过中医药来调理一下身体提高免疫力 避免感染新冠肺炎 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连线来自北京同仁堂洛杉矶医学中心的人力平 医师来了解一下中医药在美国对抗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任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任医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的洛杉矶线是全美疫情的热点地区 那根据这个洛杉矶线公共卫生局截止到这周也就是1月15号最新的一个统计说呢 每分钟啊就有10个这个检测者这个检测呈阳性 每6分钟就有一名这个新冠肺炎的患者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那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想首先问问您作为这个中医师 最近有没有切身的感受到前来求医问诊的确诊患者增多呢 确实是哈 现在到今天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全美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2400万 死亡人数超过了39万8000多人 而目前我们洛杉矶的新冠病毒这个感染已经失控了 根据洛杉矶卫生公共数据的统计 洛杉矶阳性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97万 死亡人数超过了13000多人 在过去一周平均每一天死亡人数都在20多 就是200多人 而且每8分钟死亡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 所以现在目前洛杉矶ICU和急诊的住院部已经没有病床了 医院在选择性放弃对一些病人的抢救 包括洛杉矶ICU的兵议馆都已经没有办法接纳遗体 只能装在湿袋里头存放在集装箱 因为新冠病毒是个烈性传染病 它一个人感染很有可能一家人都感染 而且感染的人里头 你像很多年轻的孩子 他们因为不可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让他们全部都隔离在家 对这些孩子们可能有一些难度 所以孩子们出去以后把病毒感染带回给了家人 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就是突发爆发的现在的这种疫情 所以在CNN前几天就报道说我们洛杉矶已经进入到人类灾难 这个状况里头 所以这一点确实给我们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特别是作为我们医务人员 因为这是一场全球都必须面对的大灾难 武汉的经验告诉我们 最有效的预防传播的方式还是隔离 而最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的办法是中西医结合 所以刚才也说到在武汉有91%以上的人 他们选择了用中药 而且有效率在90%以上 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都报道在95%以上 我在洛杉矶也开出了预防的中药2000多副 就是开给这些需要预防的病人 其中包括像加州理工学院 南加大UCLA很多这些知名的教授 他们也都选择了用中药 其实这些知名的教授 大部分都是就是美国人白人 所以他们就是在他们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 不管是学术地位高科技观点的认识 学术科学认识观 他们都是非常前沿的 他们也看到在目前的情况下 西医药和西医的很多防治 还是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而中医他的扶症去邪的他的理论 对我们预防所有的瘟疫 这一大块的这些就是烈性的传染病 非常有作用 非常好的效果 什么叫扶症 就是增强人的免疫力抵抗力 什么叫去邪 去邪包括两个 第一个 我们阻止病毒传入给人体 第二个就是我们增强了免疫力以后 直接撒灭了病毒 所以中医用的扶症去邪 他用的治未病 什么叫治未病 治未来的还没有的病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预防理念 在这一场灾难中 中医药的预防理念和他的治疗原则 帮助了很多很多的在这场疫情中 在感染疾病中挣扎的病人 我除了开出2000多副预防药以外 我手头 我到这个星期还有11个 就是阳性病人 就是检测 核酸检测是阳性的这一类的病人 我完全就是给他们吃中药 上个星期也已经有五位阳症 就是阳性已经转阴了 这裡头包括年龄最大的94岁 年纪最轻的才19岁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它不分年龄 它也不分你就是什么政治观点呢 它都不分的 它也不会考虑就是我们病毒 是不是有很慈善的一面 我们放老人一马 看到他们已经年龄那么大了 病毒绝不会 而死亡率和得病率就是感染率最高的 其实还是年长的人 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特别第一个做好预防工作 就是居家隔离 出门戴口罩 勤洗手 而且还要保持社交距离 尽量不聚会 不参加所有的聚会 最好的办法就是居家隔离 是 您刚才说这个中西一结合 听起来好像是 在治疗这个重症患者的过程中 如果使用中西一结合这样的方式的话 会可以呈现一个 1加1大于2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想具体问问您 这个中西一结合是 具体是怎么结合的呢 因为我知道目前 在美国FDA还没有批准 任何一种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 那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些 比较有成效的这个抗疫 所用到的药物 比如说莲花清瘟啊 或者是雪碧镜注射液 或者是金花氢感 这样好像是很难 这个批量的进口到美国 那在这个美国中医师看来 这是不是成为中医药 在美国对抗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所发挥作用的时候的一个阻力呢 是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我们叫瓶颈 就是我们的传统中医药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头 虽然它有5000年的历史 我们中医药是通过在人身上 实验直接得出的结果 和西药还不一样 西药的早期是在实验室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中医药因为它有一些特定的原因 比方说它在组方配方的时候 西药它比较简单 就是它都是单一的分子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个东西 所以它的毒副作用 我们比较容易在临床上追踪得到 也比较容易就是在实验室 它的数据统计能看得到 但是中药因为它往往一个方 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方里头 我们现在就是美国FDA是批准了 有在美国做临床研究的 比方说张伯里院士的 虚然被拜读颗粒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临床研究 对这一款药 那么它这个药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每一个配方都有十几位 或者二十几位中药组合 中药的特点大家也知道 它都是天然的 种出来的 它的产地不一样 气候条件不一样 温差不一样 还有湿度不一样 就是今年雨水多不多 或者是今年阳光照射的时间长不长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这个植物药 它本身的一些含量 所以这一来就对我们中医药 在配方的时候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中药 慢慢地进入科研这一块 从大概我三十多年前 在南开大学医学院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 就是实验室对中药的临床观察 在三十多年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还一直在实验室有科研这一块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现在对中药的 有一些认识越来越明确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宣费拜毒颗粒 这个药是来源于中国的老祖宗 差不多2000年前的商寒论的基础方 这是一个经典方 它叫麻性益肝糖 也就是麻黄性人益人肝草 那么这个药为什么有用呢 我们就在实验室 把它所有这个药的药性 我们把它提出来 那么比方说麻黄 麻黄它这一味药里头 含有麻黄碱麻黄素 这个在美国已经开始在使用这些 已经也使用了好多年了 比方说有很多鼻塞的病人 喷一点这些通鼻子的药 你的鼻子就会觉得通畅一些 其实这个通鼻子的喷叶里头 就含有麻黄素 只是说它对这个麻黄 就是美国FDA对麻黄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你每天可以用到多少 因为麻黄它有一点 类似肾上腺素的作用 它可以扩张气管 但是扩张气管的药 也可以扩张血管 它可以兴奋血管的收缩 它也就可以兴奋气管的收缩 所以这个它的副作用 可能会让有些人心慌 那么美国FDA就提出来 你们麻黄每一天 病人摄入的量是多少 我真的是通过这次的临床研究 就是美国FDA批准我们的 那个宣肺病毒颗粒的临床研究 我们看到了美国对药物的 非常的严谨 你像还有杏仁 我们用的杏仁呢 和我们平常吃的杏仁 有一点点区别 我们用的是北信 北信它据说它有一些就是杏仁碱 含有一些微量的 可能对人体造成一些过敏等等这样的 所以美国对我们就会有要求 你的杏仁碱的量是多少 包括艺人 艺人是一个钥匙两用的 我们很多人都把艺人在煮水啊 煲汤啊 是它有去湿的作用 非常好的去湿作用 艺人在西药里头 它有一个药叫康莱特 其实康莱特这个药 是治疗小分子肺癌的 就是小细胞肺癌的一个药 它用的是艺人存 艺人除了去湿 它可以排龙 它可以修复 肺的一些就是比方说 肺的肺泡和毛细气管 就是墨骚气管 对一些病毒啊 肿瘤啊造成的伤害 它可以修复 肝草它本身有止壳化痰的作用 所以看了这个方以后 我们就非常的重视 因为它又是张伯李院士 就是中国的院士 最早的它一个祖房 张伯李院士本身就是一个科技人员 一个科学家 他非常严谨的临床和药物配方 所以他是中国的院士 我们拿到他的方以后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调研 基本上把它这13类药的每一位药 我们都向美国FDA进行了 非常严格的申报 甚至包括我们追踪了这13类药 每一位药 从它所有的实验室的数据 包括它的有效的部分 没有效的部分和可能有毒副作用的部分 我们都进行了追踪 追踪以后的结果 我们报给了美国FDA 并且得到了美国FDA的批复 他们就批给我们进行临床研究 所以通过这一块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美国对中药 能够在治疗和预防 新冠病毒方面还是非常注视 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麻黄 我也是注意到 进口到美国来的脸花清瘟胶囊 它就是不含有这个麻黄成分的 跟中国国内的脸花清瘟 稍微的有一些区别 那除了这个药材进口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点阻力 就是因为这个本地的医疗的规管 法规等等的限制 可能中医师在美国 比较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 这个重症的新冠肺炎的患者 是这样吗 其实我就有一位 我有两位重症的那个新冠病毒患者 一位是年龄94岁了 对 她现在已经转阴了 还有一位年龄虽然才50多岁 但是她高烧就烧了十几天 而且她咳嗽非常严重 她基本上十几天她就躺在床上 就是不能动 全身乏力 疲劳乏力疼痛 不过因为她没有出现严重的呼吸功能的衰竭 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医院还不收她 所以她后来没办法 她的家人就把它转给我们 我们通过就是存中药给她治疗 做了大概14天的中药 她在吃到第10天的时候 她已经转阴了 吃中药大概在五六天的时候 她就退烧了 她原来一直高烧度39度多 大概在第五六天的时候退烧 到第10天的时候就转阴 现在她已经全部上班了 她还感染给了她的太太 她太太的症状就是严重的咳嗽 也是吃了中药以后 现在已经都转阴了 而且她们两夫妻都上班了 也就是说中药在这里头还是很有作用 在美国的中医师开中药的时候 我还是会建议 比方说像麻黄 我们现在已经把麻黄做在临床研究上 如果最后临床研究是一个成功的 这么一个药物的话 对 有可能我们将来是可以开给病人的 也就是虽然含有麻黄 但是可以应用 这是我们希望 如果在现在我们虽然临床研究 还没有最后完成 那么现在的时候呢 如果中医师 针灸医师 他们需要开给一些病人用麻黄的话 我们可以用别的来替代 比方说我们虽然肺的药 还有像提栗子 但是提栗子因为它是蟹下的药 所以用这个药的时候 要保持一些比方说大枣 这有一个方叫提栗大枣蟹肺汤 也是我们古人的 有一两千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方 你可以用提栗子 但是提栗子控制在9克到10克 同时有加了提栗子的时候 一定加上大枣 而且这个大枣 也应该和提栗子的药量是一样的 就是你9克提栗子 一定要加上9克的大枣 这样来它可以缓解 这个提栗子的蟹下 蟹蟹下的这个能力 同时又起到了宣费 还有起到了补肺 排除肺里头的痰液和粘液 起到了这个作用 是 那除了治疗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预防 因为您刚有提到 中医在这次疫情中 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扶震器 就是说调理这个 调节机体的内环境 来这个提升免疫力 那免疫力的提升 其实对于疾病的预防 是非常重要的 这所谓这个中医 您刚提到的概念 胃病先治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我想问问您的是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吃些什么 做些什么 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呢 其实它有几个方面 什么叫免疫力 免疫力我们正常的说起来 你身体好免疫力就强 对 这是我们一个就是直观的 因为免疫力呢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 西医方面它就可以通过血液检查 可以知道你的T细胞的量 B细胞的量 就是免疫细胞这些量 和白血球的量 在你身体里头会不会增高 还包括一些淋巴血球 如果这些血球的量 这些细胞的量 保持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情况下 一个合理的情况下 那么说明这个人的免疫力抵抗力 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很好的 如果白血球在下降 淋巴血球在下降 T细胞和B细胞的数量都不够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个人 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也在下降 但是一般西医药确实是 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 我们只能说补充一定的营养 比方说增强一点高蛋白饮食 然后增强一点运动 让睡眠时间久一点 来保证它的免疫系统 来得到很好的恢复 那么中药方面 因为既然是我们要让身体 身体强健起来 那么中药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我们平常比方说八真汤 八真汤里头就是补气和养血 还有十全大补汤 十全大补汤 就是在八真汤补气养血的作用下 加上黄芪 黄芪的作用 它就有很好的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的作用 我们有时候我会鼓励 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冬天 气温也比较凉 气温比较冷的时候 一般的是我们说热胀冷缩 天热的时候血管容易打开 扩张 血流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天冷的时候 热胀冷缩 血管就比较容易是一个紧缩的状态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么在这个环境里头 首先第一个保暖 吃一点偏热性的食物 比方说喝点鸡汤、牛肉汤 这在食品里头是热性的 那么中药什么是偏热性的呢? 比方说人参 我们说花旗参是偏凉毒的 所以花旗参在夏天喝 那么高丽参、红参它是偏温的、偏热的 那么我们就在冬天喝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用点高丽参、用点红参 含一点也行 每天早上含一片 或者拿一片泡在水里头 泡完了、喝完了 然后再加开水去给它冲泡 一天有一片高丽参就够了 如果要是有煲汤的习惯的话 就用高丽参、用黄芹 我们前面说到的黄芹 然后放一点麦冬 放点莲子百合 莲子百合都是润肺的 因为冬天特别是洛杉矶 气候干燥 用点莲子百合 你就可以润肺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 莲子百合可以增加粘膜细胞 它们的功能 粘膜细胞就是产生卡塔液 才分泌出它的卡塔液 对付病毒 抗病毒的 所以如果要是粘膜细胞 含水量 就是它的滋韵程度高一点 它能够分泌过更多的卡塔液 就可以帮助我们杀病毒 抗拒就是预防病毒的入侵 像这一类都是非常好的一些 我们日常药食两用 既好吃 你像你放一点那个鸡汤里头 放点黄芹 放点狗吉 放点莲子 百合放点红枣 好好喝 而且又起到了增强抵抗力 防病抗病的这么一个效果 是 我之前也有采访过 这个张伯里院士 据他介绍的说 在美国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其实也比如说 可以做一做针灸 在家里做一做八段井 这样的方式 来调节一下身体的内外的环境 是的 其实要自己在家做针灸 还不太容易 因为他这个在美国还是被管制的 但是做按摩是可以的呀 用爱勋爱灸是可以的呀 你像我们老人有一句话说 爱灸 灸一灸足三里 足三里就是你的膝盖下面 靠外侧的大概三寸的地方 那个穴位叫足三里 你就用点一根爱潮点燃了以后 你对着那个地方勋一勋 中国老话说 灸一灸足三里 等于吃了一只老母鸡 你想 它的那个就是增强免疫力 防病抗病的能力 和对你自身的就是强壮 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像八段井更是 八段井呢 它是有八段的治疗 它在就是有八段的运动 包括呢增强肺活量 包括补肾养肝健脾和胃补肺它都有 所以说在家里这些现在已经很简单了 你在网站上哈你打一个八段井 它有全程的教育教导 就是给你指导 视频告诉你这个八段井怎么做 其实做一做哈 每天做一做都可以对人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保健和养生的 这么一个动作 这么一个工作 是而且特别是现在是冬季 本来就是这个免疫力比较抵抗力比较低下 然后呼吸道疾病比较高发的季节 我们也知道包括新冠肺炎在那一些其他的疾病 一旦伤及到肺造成的这个损伤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平常可以吃一些什么来养肺呢 关于这个养肺的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药材 都有一些什么共同的特点 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喜欢比方说用点百合 然后梨 但是这个梨必须是我们亚洲的梨 不是那种绵绵软软的梨 那个梨效果不好 就是包括我们韩国的梨 还有我们说的水晶梨 这一类的梨皮不要修掉 把里头的盒虎给它挖掉 然后里头放上一点百合 你还可以放上一点冰糖 就是百合呀冰糖啊 可以放上一点川贝 然后放到碗里头放上水 水里头可以加上一点蜜仁 然后去蒸它 去炖它 然后炖一段时间 大概炖个两小时 你再把里头的梨 包括里头的莲子啊百合外头的艺人啊 它都会烂掉 然后喝那个梨啊给它炖烂来 然后像那个黏乎乎的又好喝 因为有冰糖嘛 非常好吃 我们还有的人呢把它做好以后啊 放到冰箱里头 然后我们这个叫冰镇雪梨 就是冰镇雪梨冰糖 对 很好喝 还可以放点白木耳 你像白木耳 放点百合 然后呢 放点薏仁 这个也可以炖成糖 如果要是火气大的话 你就可以再放一点麦冬沙生 麦冬沙生它也有孕肺滋润的作用 像有时候冬天皮肤都会干燥 包括粘膜这些都会干燥 平常喝一点这些糖 都是非常的保养好 就是保养这些 同时还会美容养颜 其实哈 我们说肺 它是表现在皮肤上 如果你皮肤的光泽很好 说明呢 你肺 说明肺的通气功能很好 身体里头的血氧的饱和度很好 那么呢 对皮肤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 是 听起来好像白色的食材比较多 好像白色的食材是对肺比较有利的 是的 我们的五脏和五色对应呢 白就是对应在肺脏上 是 好 那任医师谢谢您今天跟我们连线 我们听了这么多 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医药在这个整个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中医药治疗确实有它自己固定的特色 因为您刚开始也说了中医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长期和这个疾病作斗争总结下来的经验 尤其是中医一开始的作用就是治传染病的而且疗效非常好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医药能够在全球医学领域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能够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 那也希望中医药呢 有一天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在全球疫情防控包括传染病的防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今天非常谢谢任医师跟我们连线 那也希望您在疫情期间保重身体 也谢谢您为救治病人做出的贡献 谢谢任医师 谢谢大家 那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晚安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